人类对于光速的认识经历了漫长的一段过程 在17世纪之前 人们认为光速无限大 后来不屑地通过天文观测证实光速时有限的 再后来通过多次的实验精确出光速约为30万千米每秒 光速蕴含着宇宙的秘密 到了1905年 爱因斯坦提出了侠义相对论后 人们才对光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爱因斯坦指出空间和时间是相对的 光速是连接着两者的常数 现在我们都知道 光的速度是恒定的 任何携带信息和能量的物质 都不可能超越真空中的光速 真空中的光速为299792458ms 当然这个数值是人为定义的 理论上来说是没有误差的 光在通过介质时速度会减慢 例如在通过玻璃时 速度将至真空的三分之二 即使是在空气中 光的速度也会轻微减慢 这种现象与光的本质有关 因为它是电磁波 光波与介质中的带电粒子发生作用 导致光速减慢 尽管拥有静止质量的物质 无法超越真空中的光速 但时空本身是一个 另外通过观测 天文学家发现距离越远的星系 远离我们的速度越快 由于宇宙的年龄为138亿年 我们只能看到138亿光年之内的星系 而在138亿年之外的星系 正在以超光速远离 这一点之所以会产生超光速的情况 是因为时空本身在不断膨胀 因此与狭义相对论并不矛盾 我们也可以用光表示星系间的距离 从地球到月球1.255秒 从地球到太阳5.3分钟 从太阳到距离最近的恒星4.24年 跨越我们的银河系10万年 从银河系到距离最近的仙女星系250万年